剝皮寮 4.5 萬華 4.5 萬華 剝皮寮也是要是萬華的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邊旗樓非常乾淨 這邊在地人都犧牲 整理到太乾淨反而沒有人性 大家都在前面用了一個很大的地圖 把那個萬華的一些接口用出來 早期的剝皮寮是真正這一段 是從農山市出發 他往這邊走 可以經過那個古亭公館 一直到新店去 日本人還沒來 以前清朝的道路大部分都是靠人跟牛車走 比較彎曲的 這邊是日本時代走的 做的 這邊是青島的 所以也會看到一條彎的一條直的 很多小朋友來 會以為這個秀英茶室 是開在這個水溝蓋 不是 這秀英茶室早期是開在這個地方 每天一大早 他會拿幾個板凳桌子出來 老人家就在那邊泡茶聊天 這邊早期就是建築師 把剝皮老的那個材質全部放在這邊 有包括從大錄音過來的紅磚 淡水的食材 日本時代的TR磚 青年公園原有的那個老人下棋區 做得到 打造了一個萬華故事館 幾張航空照片跟舊地圖 就可以呈現南華塔的故事 台灣最老的飛機場 叫南機場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就規劃了一個 到1937年才有第二飛機場 叫那個台北松山機場 那青年公園蓋好之後 就變成全台灣 戰後很多軍券移民都移到這邊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 國宅軍券的巴掌 居住在這個城市裡面 其實一草一木 包括逆境植物 包括旁邊的那牆角 一個屋台 其實從小也可以虧大 從大也可以看小 所以期待大家來上這門課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